晚了回家沒有車 不少人都會選擇搭泥駕的 意思是司機在不按照咪標的情況下 收取指定服務的價錢 接載多名不相識的乘客去相約的目的地 其實泥駕的這個名字有什麼來的呢 是源於吊泥駕活動 泥駕是群體覓食 很多人吊泥駕的時候 就會放一個八爪鉤 一次過吊多條泥駕上來 就用這個來比喻司機一次過接載多名乘客 不過法例列明 乘客在操用的士之後 是需要依法按咪標繳付的士的車費 大家要注意